大家都知道王芳不仅是节目主持人 还是一位在育儿方面经验丰富的辣妈 她的好友李琛是一位著名的歌手 一首窗外让人们认识了她 王芳和李琛都有一个可爱的宝贝 他们早已约定带着孩子一起聚会 这两位大忙人约了很久 本周终于在我家实现了这一次聚会 孩子眼中的家长什么样 其实这个可以毫不容易地直接说 但是我可以留点面子 王芳是怎样成为婉儿的知心妈妈的 我女儿我觉得她很少发表 就是她什么都跟我说 小小能能竟成为李琛与妻子的婚姻联合剂 能能也 哎呀行了那别吵了 婉儿现场吐槽爸爸的奇葩事 又是开心 都说穷养儿富养女 王芳和李琛的教育方式又有什么不同 你看她今天穿的衣服都是我从网上100块钱买的 不不不 我说男人不要学会省钱 要学会挣钱 听才艺比默契秀厨艺 一切尽在春泥的周末时光 你是我心里的宝 好 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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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看我老板 先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哈喽 哈喽 好 哎呦说了好久了要离奇来我们家 今儿终于成了 你看又不是我邀请她就还过不上的 这是能能对不对 对 这是李琛的宝贝儿子 哎呦好 你好 你好 哎 我李琛我觉得你儿子跟你很像 对 像吗 来来来 再一块让阿姨来看看 再一块看看 再一块看看 嗯 像 一看就是父子俩 没跑 是吧 就是世青生的 就是 很多人都这么说 两个宝宝你们俩一样大吗 她大 她是06年的 06年 她是小狗 她是小猪 这十岁这九岁对吗 嗯 那也差不多的 那你们的儿子看来就差一 差一年个头差得挺多 儿子你看儿子个长好高哦 今天我们能不能不谈的身高的事情 对 她有不谈的身体高 这体格还真是 这两边一看来真的是 真是一家人没跑 来吧孩子 来 把我们到里头走 好的 到哪儿啊 到里头 看观一下是吧 看观一下好 是头一次来 对对对 你得给我好好介绍 你第一次来啊 你觉得还行吗 我觉得可怕 这个就是可以做是吧 对 来你先做 哎呦我今天啊那个 婉儿来 我就想起来了 我早早准备好 婉儿你还记得你上次来吗 上次是和何静的女儿 她们走的时候呢 我一人送了一份礼物 但送的礼物呢不一样 可是婉儿呢就看中了 我当然送给何静的女儿的那一份 画笔了 这个是送给燕琳的 呦 你打开看一看 好吗 这个需要好多这个颜料 太好了 太棒了 阿姨送你一套三地书 三地的 三地的书 三地的书 太棒了 对 下雨 别客气 太棒了 太棒了 哇 我再会你看好了 你到这儿来跟阿姨讲这个故事好吗 好 当时走的时候我问还有吗 哭着走的 我猜到了今天就准备了 哭着走的 所以我今天早早地想好了 我早早地备好了 好 天哪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别客气 一块 好 来 能不能 不行 这礼物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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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宝宝宝宝怎么那么好啊 不 拎上去有点沉 但是这是阿姨的一份心意好吗 她就说你这份心意太重 太重了 不 不行 好运我心 这真的是 太会说了 这真的是阿姨一份心意 说下好吗 好 好我知道你会画画对不对 你打开看看 看你喜欢吗 放在桌子上 来 来 好 反了 反了 下面是 太棒了 你喜欢吗 喜欢 喜欢啊 今天终于是如愿以偿了是吧 上次是哭着走的 我觉得今天一定得不得委屈咱俩吧 那你得谢谢春年阿姨 谢谢阿姨 不客气不客气 那你呢 阿姨有一个 阿姨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好不好 好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都会画画对吗 南南 嗯 是啊 都会画好 那今天阿姨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一些 你们随便想用什么用什么 你们两个人各自画自己的妈妈 玩画妈妈能不能画爸爸 哦 太好了 你给我画漂亮点啊 你们在这儿画好不好 好 好不好 你们在边上画 好 哎呦 天呐 哎呀 我觉得咱们坐近点吧 好嘞 好嘞 你们两个人是从什么时候认识的 哦 我第一次 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是当年呢 我做马兰花开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呢 说哎 有一个歌手啊唱得特别好 特别温柔 我说谁啊 他们说李琛 我说哎呀我喜欢他呀 嗯 然后就找了好就是经纪人嘛 到经纪人圈子 然后联系到他的 之后我们就留了一个电话 嗯 正好呢隔年 我就做一个节目 然后当时呢 就不就一直想换掉王导嘛 嗯 然后我就想 又来 我想找一个 又能就是语言跟得上 嗯 然后呢必须还得有点知识文化的 我就跟他联系 我就说呢 我们这个节目特别穷 基本属于没钱 我说你能不能给帮个忙啊 嗯 哎他特别爽快 他说行啊没问题啊 哎呦有两年吧 差不多 天天在一起录像 嗯 然后经常我就会看到他 一开始吧 我就特别让着他 因为我觉得他不方便嘛 嗯 我就老是哎你先来 哎吃饭是吗 哎我扶你一下吧 后来我发现根本我就多余 他什么都可以 他自己可溜了 就他的那种强大 反正我 我不知道你怎么评价 你我啊 反正我觉得我对你印象挺好的 是吧 我自己说的 我对你印象也不错 别来 嗯 那李确你先说 你对他有什么样的不满 从来说话就不算数 谁 而且不断的重复说不算数 然后这你刚说 比如改天改天 咱们带着孩子 一块石头转 我那个我有个什么妹妹 在哪有个山庄 下周下周我约你啊 到了下周 石头 哎 咱们哪天 就是又来了 永远是哪天 基本上是录音机循环放 不是那我也先说一个啊 嗯 我确实有点忙啊 然后呢 就你忙 别人都没事干 别人都是嫌人 不是 不是 但你要这个忙 确实我觉得很可怕的忙 对对对 你要注意 今天一会儿小心 我报复你啊 我听到过很多他们 这种说法 嗯 说是唱着我的歌 听着我的歌 谈的恋爱 结的婚 找到的新家的媳妇 嗯 然后特别感谢我 同时呢 ilty约老红娘 对 同时呢 也因为我的某种精神 嗯 所鼓舞 然后后来取得了成功 嗯 对那么 其实呢 方姐对我也有这种强大的估计 因为跟你自己 因为跟她在一起呢 我觉得她要远远的 BET 比我强大得多 我其实真的 都没好好上过大学 我可以坦诚地说 你干嘛了你大学 我是初中毕业以后 然后呢 就上了当年特别难考的师范学校 可能春天比我小一点 就我们那个年代 师范学校比重点高中都难考 结果我考到那个学校之后呢 就因为我口才还不错 当时就被分到了音乐专业 就音乐 你让我全何以堪呢 毕业以后呢 就是应该是该上大学了吧 结果就那一年 我们学校就把我给留校了 我妈妈当时就觉得 这个机会很难得 所以就让我去当了老师 所以我的第一份职业是老师 我是在留到了团委 就是我是做团的工作 然后对对对 然后紧接着呢 我该上大学了吧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就被招到了内蒙古电视台 所以就其实其实看我的经历 我其实当过好几年的老师 还不是一年 我一直从来没有想过 我有一天会去做育儿方面的事 要强的王芳是每年高产 一千期电视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 是影视传媒公司 独当一面的女总裁 但她最看重的人生角色 却是女儿眼中的好妈妈 在教育女儿方面 她花的心思与时间 一点都不比工作上少 去年王芳将她的育儿锦囊妙记 写成了一本书 最好的方法给孩子 想不到上试二十天 销量就突破了十万册 如今她竟为女儿 又出了一本书 最好的方法读唐诗 我确实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写了一本关于读唐诗的书 其实真的挺跳跃的 最初的时候我就想给我女儿写 这本书还真是没想出 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女儿学校呢 发了那个就是那个校本 背诗 然后老师说回家背吧 然后我女儿就能 听不见黄河至水天上来 妈妈下一句什么来着 我跟她说一遍 我说这么背不行 我就开始给她演 我就演李白 我就把这个给我女儿养了一点 李白当时灰泪怎么写 我女儿笑的 我说现在你试一下 她竟然就把枪金酒背了下来 哎呀我就成就感爆棚啊 九月份的时候 我带我爸爸妈妈去一趟挪威 因为我答应他们 每年带他们出去一趟 去挪威的路上 我就拉了一箱子书 我说等着啊 回来我写本书 我平均以一天八千字 写了十五天 十三万字 全部写了出来 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 就是相当于我就睡五个小时左右吧 你这是度假吗 对啊 但是我觉得我有梦想 我觉得如果很多孩子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这本书现在刚刚销售了十五天 然后就卖出了七八万本书 然后现在是零差评了 就是很多家长都说 哎呀我上学的时候又会有这么给我讲唐诗 我早学会了 所以我其实就特别满足 我觉得比我去主持春晚都让我高兴 那你听你有没有 比如说你想为了儿子 然后你去做一件事情 当然 当然 铁哥啊 不仅仅是这个 我教育儿子很多方法跟你学 比如说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慎教 因为我教育我儿子 他当时在搭积木 负了很大的功夫 好不容易 快搭到最高点了 垮了 就开始把你打滚了 我失败了 我完了 踢的乱七八糟 我不玩了 我再也不玩这个积木了 我说你可以从头来啊 我花了一整天啊 怎么从头来啊 你从头来一个 决定一句话 那我从头来一个 那么我就做了一次 我以选手的身份 去参加了一期这个草根选秀节目 而且我在舞台上反复强调 我说希望所有的观众和评委 一定要把我当作是普通选手 千万不要网开一面 千万不要 你还参加过这个呢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 对于孩子的这种 不怕失败 就要树立这种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 从头再来的这种 意识和观念 你老爹可以不当明星 从一个新人 从比赛开始 接受评委和广大观众的点评 其实那个时候 你参加这个大赛的时候 你眼里只有一个观众 就是你儿子 对 因为我参加这个大赛 对我毫无意义 我得了个一等奖 也没有什么 对 别人认为你应该啊 你的对手都是草根呢 你就该得第一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上不了什么台阶 那么我要是得了个第二 反而惨了 或者是被淘汰了 那更完蛋了 这是冒风险的事 其实对我都无所谓了 我就告诉儿子 我可以是明星 我也可以不是明星 我也有了教育他的资本 有了困难 没关系 失败了 不怕 从头再来 你老爹就从头再来过 这个确实 一个工作繁忙的主持人 在15天内写下了13万字 一个成功的歌手 在成名多年后 与草根同台竞技 王芳于李称的这一份坚定的勇气 都是源于心中对孩子神深的爱 孩子是他们心中的宝 请两位一块来 都是带着孩子来 要不就在我们家吃呗 好啊 对吧 这样的 我今天我在这提供场地 单不用买 料我都备好了 但做给你们俩 做给我吃 可以 你炒菜的功夫 我没见过 来来来来 陕西 麻食 麻烦的麻 石井的石 是叫麻食 你把这碗里切 好 黄花菜是吧 然后要这个 西红柿 小碗块 红豆用 黄豆 黄豆好不好 第一次在你家 能够自己做饭吃 我觉得真的是个 其乐无穷的事 真的 但是今天要算是 来 方姐七年来说是 这是一块专门吃顿饭 我还是觉得有点冤的 你也太扣门了吧 怎么会呢 我们吃不会吃啊 请你吃过烤鸭吗 吃过 在康里 在化妆间 那也是烤鸭好不好 而且吃的时候 她已经赶另一个棚去了 所以你没有正正紧紧停的吃过一次饭 没有 就指着这回了 还有更不靠谱的呢 还有您说 七八年前 她第一次找我去录她的节目 她说 只要你有时间 你每期都来 特别是王文燕不在的时候 你就顶她 我认为 很快 你就能够完全顶替她 到现在我还没把她顶替她 我一直都有这想法 比如说最近她在拍那个拍戏嘛 要演男一号了 然后我说你都演男一号了 我说你就不用 不用回来了 我就让汪郑郑 那个什么 我说汪郑郑替她一气哈 然后王导听说了这个噩耗之后 连夜 回来了 回来了 男一号都不快了 二天我一句话当天 往我们岛这儿坐过 吓一样 我说你干嘛 我已经通知王政杖不出来 看一眼 看一眼 哎呀 这么女人 对 对 你也会 北京呢 叫这个叫孟尔罗马 孟尔罗 对 锅开了正好 小心啊 来了 哎呀 好美味啊 这么快吧 哎呀呀 行 好嘞 先来尝尝 刚才你爸爸和王芳阿姨一块 给咱们做的这个 好不好 香味出来了 那么张的 胜在态度啊 哎呀 来 好 这一块啊 先来看看 这是王儿眼中的妈妈 王儿你对你妈妈太好了 你给你妈妈画那么大眼睛 整张脸上就眼睛了 阿姨 你可以看我妈现在很白 其实她担任我妈妈一晒 让我会生气 阿姨一晒呢 不往黑晒往红晒 红完了以后就黑了 你幸亏没说我妈一卸了妆 我就不认识了 看不得我了 看不得 全红的 全红 最关键的是 她竟然发现了大王小王的舞台 是一个王子 我看到了啊 你看 她画了三道 然后当中是一个树的 这是大王小王的舞台啊 你画的你的妈妈是笑着的 是吧 你妈妈有对你凶过吗 我第一次对我凶过七岁了 你还能记得呀 我已经忍了七年了 我七岁了 七年之后 我七岁之前都没有跟她凶过 一个单词写了一百遍 还不会的时候 我确实记过 我觉得她情仓特别高 她在我即将集的时候 她就会眼泪汪汪地看 就说妈妈 我错了 她就是那样的孩子 总体而言 我觉得我们还是和平共处的 挺棒的 我们来看一下 能能比赛的爸爸 其实能能我觉得太多 她把发型抓得特别正确 那前面就几缕 是吧 特别棒 这孩子很有画画天空 然后方框眼镜 这个神情你别说还真 就是把你爸画年轻了二多岁 你跟你爸吵过吗 有吵过吗 好像还真没有这个 我估计能不能不会跟你吵 你那么厉害 没有我一点都不厉害 你看我厉害还是你妈厉害 你自己说 好好说 认真说 你这就有点未必利诱的 这个感觉 其实这个可以毫不犹豫地直接说 说 但是我可以留点面子 你说吧 你说吧 妈 你妈厉害 这个是不是不能说的呀 妈妈厉害 我也能比她爸爸厉害 所以说留点面子呀 对她妈妈留点面子 也是给我留点面子 因为她妈比我要厉害 她抱着很多这个课外兴趣班 其中第一个她自己选的就是绘画 我第一个自己选的是快板 你自己选的是快板 我知道这两个宝贝 就是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兴趣爱好 对吧 都会很多 好 这个玩儿你是快板 还有什么 我倒立我可以 我倒立 你们俩一块 二三 一块上 对 欢迎来 谢谢大家 大家跟着 一块一块 你妈妈 哇 哇 你这样 你在打快板的时候 你猜 你能不能看哥哥说了一句什么 是吗 哇 太强了 太强了 真的 没有 这小人上去 像模像样的 你是今年才开始学的 你是今天学家开始学的 有的人老说 小孩不够自信 我觉得他就是内心没东西 在当他内心有东西之后 就特自信 我听说你爸爸 还鼓励你去练武术 对不对 对啊 你为什么想到 送孩子去练武术呢 我想通过这个武术 来增强他的自信 因为他在学校 和在那个小区里面 都跟别的孩子 发生过摩擦 发生过冲突 但是他不会打架 只有挨打的份 我们去练武术 绝对不是为了打架 更不是为了去欺负人 就是自信 培养自信心 对 强身健体 对 来一下吧 来 练了半年了 来 来 我们试一下看看 对 来 好 尽力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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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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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立一个吧 倒立一个吧 你俩找一个墙 找那 来 再准备 来 准备 一 二 三 走 好厉害 这需要 好 再来吧 再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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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儿 马儿跟你拍手 好 来 能能 来 能能 太棒了 我发现这俩娃以后 你们俩可以一套脸 一块脸 对 对 她其实语文数学英语 一个班都没报过 是不是我来 是不是 都是我 就是 我说我要当全能妈妈 然后语文 我俩每天早上 你看我有时候夜里 一点回去 两点回去都有可能 但是我六点二十 必须起 我起来 带着她 然后呢就 我每天早上起来 她都是被我糊落醒的 因为我们的小孩起床 起不来嘛 然后我就开始给她全身糊落 糊落 然后糊落到她 她就 就是她一醒来 她的情绪很好 她不是那种被叫醒的 糊落完以后呢 从她开始洗脸 刷牙到上厕所 我就一直站她身边 你知道我干嘛吗 我就是 金尊清酒抖十千 她说 玉盘真修值万千 就是 因为我没有时间 就只有早上这个 然后她吃饭 她吃早点 在她吃的时候 我就开始各种给她 讲新闻了 讲历史 吃的时候 她吃我 都在旁边 你都不让孩子闲着 因为你想想啊 一个四年级的孩子 如果她不听 就是不 你不给她弄 她就不会 然后包括英语 我妈根本弄不了 春天你知道我每天早上 我每天早上啊 就是我的那个状态就是 我就像那个打仗似的啊 就是我女儿走在那儿 我就跟在那儿 包括她自己穿衣服 穿鞋 我都在旁边 因为你要知道 别人的妈妈 都是晚上可能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在陪伴 我没有 我全靠早上这四十分钟 所以这四十分钟 对于我们俩来说 都是无比珍贵的 然后她写东西什么 全靠早上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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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10点 10点或者8点 8点 8点半左右起的比较多 就是因为还能睡一个半小时 然后就是每天那一觉就很重要 而且我有一个本领 躺着就能睡着 就立刻 我很珍惜现在这个日子 我老觉着等她长大了 她会说我妈陪我长大的 和她长大了 说我妈当年都没管我 你说多惨呢 所以我会觉得 每一个妈妈都都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我 我觉得可能 你妈妈是不是也这样啊 你先早上爬起来 给你做早点吧 不是 应该是夏娃买面包 你叫什么事 没办法 你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 所有的这个妈妈都一样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方法 未必就好 因为孩子可能 跟大人不同的一点 孩子很难做到一心多用 他又在穿衣服 同时又刷了牙 这还得听一个讲 他怎么能听得进去 不是我们不是听我讲 是我们俩在交流 其实 我觉得这个对她来说 有点你意乡情愿的强制 对 我觉得没有 没有啊 你觉得早上愉快吗 愉快 她特别怕我回去 她说妈妈 你要是回来呢 我早上就很轻松 我今天考试 我就特别有把握 我就很自信 不你要不回来呢 我就觉得我心里没底儿 我觉得在她现在这个年龄 年龄 我觉得她学习成绩不要太差 是自信的一种体现 我老干她说 我说你可以考不了满分 但是你不能太差 因为你太差了呢 你加了自己就自卑在学校里 我觉得那个 现在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根科要是语文英语 我算比较在前的 至少前数学 它是语文科代表 加英语科代表 但是我数学 就算那个 数学少有 数学少有 数学在中游对吗 数学对中游 那两门在上游是吧 对 那那一定很不错 你妈妈数学好的问题是 妈妈数学不好 爸爸数学更不好 爸爸数学怎么不好了 你爸爸是数学博士 好吗 你妈妈上次那次 她三年级小学数学提 真的 她爸是数学博士 给她做小学三年级提 然后弄了一个方程世纪 我最受不了了 写了一大篇 对我还没算对 他爸爸可逗了 他爸爸说 咱们家洗衣机坏了 我说 刚买的洗衣机 怎么就坏了呢 我说 你看看电门开了吗 因为那个电 它不是有一个开关吗 什么开关 他说 我是工学博士 我不再开了 电门开了 我还拿电笔试了 是有电的 然后我说 那你看看水龙头开了吗 就是那个 洗衣机的 有开个水龙头嘛 他说开了的 他说因为我那个 专门把那个水龙头拧下来看了 确实是有水 然后我说 那怎么就坏了呢 我说你别着急啊 等我回家里以后呢 我这一弄 崩一按的洗衣机 呜呜呜呜呜 不是不是好的吗 他说 还要按开关呢 不会是李光博士 太棒了 然后我们去 我跟他爸爸说 我说 我说那个什么 我想吃一个 就是西红柿鸡蛋 做还有面啊 然后我说 你去超市呢 去买一点 你要买西红柿鸡蛋和挂面 还有辣椒酱 我说回来我来做 他说行 就去买去了 过了一会儿 给我发个短信 说哎呀 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呢 他说哎呀 这个超市现在 真是我好久不来了 怎么什么都有啊 他很高兴 一会儿提两个大袋子 就回来了 很高兴的样子 说你看你看 我买了好多东西 说你看 你没有吃过这个吧 没有吃过 然后我说 西红柿呢 说啊 西红柿 我没买 然后我说好吧 我说那咱吃个鸡蛋面 我鸡蛋呢 鸡蛋我也没买 我跟他面呢 都面也没买 哈哈哈哈 哎呀 小姐 我想问一下 哈哈哈哈 你是在家 怎么虐待他爸的 怎么感觉他是 生活在深山老林里 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呢 生活中呢 就没有办法 他就是一个 哎呀 可怜的小孩 可怜的小孩 哈哈哈哈 今年春节 我跟爸爸带他一起 去出去玩 他们俩竟然吵架 你知道他们俩像小孩一样 呃呃呃呃 就这样你知道吗 就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真的太少了 俩小孩 对俩小孩 哎呀 我都弄不住他们 就没有办法 哈哈哈哈 真的是 有一次 就是他要去肯尼亚 然后他爸爸带他去了 几乎每天晚上 给我打个长电话 哎 你管不管你闺女啊 啊 又跟我吵架了啊 哈哈哈哈 买不了了 那为什么你要跟爸爸吵架呢 每天妈带我二十元 然后可以去 买 买非洲的小礼品 用纪念品 那一次 爸爸就不让我花钱 你快钱 哎 一美元也不让我花 然后就是不给我钱 你不让我买一个纪念品 我已经攒了三天了 整整六十块了 他一 一言都不让你 你你说我生不生气 哈哈哈哈 六十块钱 我说我被他私吞了 我一说是被他私吞的 哈哈哈哈 对爸爸他吞了 你们俩先别说啊 我先让爸爸妈妈写 然后你们告诉我 好 家里买东西都是谁付钱 我写好了对吧 写好了 写好了 来 婉儿你说 妈妈买东西 妈妈付钱 妈妈买东西 爸爸付钱 但有时候 老老用的也是妈妈的钱 哦 就是你们家买东西 大多数都你妈妈花钱 除了爸爸买东西 爸爸买东西 用自己的钱 来 看答案 什么叫我 爸爸 在家里的日常生活 主要是我 比如说那个家里一些小的花钱 就是买个菜了什么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去旅行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消费 嗯 车了房了什么的就是他爸爸 包括给他的东西主要是爸爸 哦 哦 这样 哦 好 那老人说了 好 来 来 能能那你说你们家呢 我家呀 哎 如果 是我和我妈去买东西 嗯 是我妈付钱 但是用的是我爸的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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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干嘛 妈 妈 但 但在儿子心里明白 尽管是妈妈刷钱 刷了秀 但确实是我妈付钱 哈哈哈 如果用的钱是我爸 哎呀 好清楚呀 默契多百分百 百哦 好吧 第二道题 啊 爸爸妈妈做什么 那你最开心 来 李游 对啊 对 李游 因为我们每年都有 差不多两次吧 是吧 每年都有两次 就是他的暑假寒假 嗯 我们就是 有的时候是我们三口 有的时候是带着我爸我妈 不行 可以说对了 来 能能可以说了 玩 玩神马 行 你看个答案吧 陪他一带风 对呀 人家答的很对呀 在哪风啊 床上 对了 哦 就在床上干嘛呢 这 看谁把谁能摁倒了 摔焦起来就是 哦 因为我不能站在地上 我只能在床上跟他摔焦 哦 对 呃 从第一次几岁的时候 跟我在床上摔焦 就被他称为叫相扑 哦 相扑 再来相扑去吧 就在床上开始看 这个我我确实要说一下 我觉得能能是个特别可爱的孩子 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就看到了一个细节 嗯 就是当时呢 因为呃 趁走路不太方便嘛 然后他就扶着爸爸 就那个时候他特别小 我刚刚跟他的时候真的他就是 五六岁六 反正就很小的时候 对他就有这个意识 对 我好像是当时过一个门帘吧 他知道给他爸爸把门帘开着 那个才六岁啊 真的特别小 有这个意识 然后让爸爸先过 就当时我特别感动 因为当时我女儿在那个年龄的时候 他根本还不太知道照顾别人 说实话 嗯 所以我当时就跟跟李晨说过 我说你儿子将来了不得 我当时特别感动 我说那样的一个画面让我看到了 就是家里人跟他说的 还是他自己感受的 因为从小就支持他干活 你真的 嗯 我说他倒杯水 嗯 把那给我拿过来 不方便嘛 把那给我拿过来 嗯 他就慢慢他就习惯了 哦 嗯 那当你说我有点渴 他自己就倒水去了 嗯 有特别感动的事 嗯 最近发生的很频繁 嗯 我回来的很晚 嗯 然后呢 他就呃 我从他房间就听到动静就出来了 嗯 然后我问他我说是不是我开门 潮醒你了 声音太大了 嗯 没有 我正好出来小便 嗯 我看到你回来了 嗯 好的 我以为他就回屋了 他只是通知我 有葡萄和苹果 嗯 然后他 我再洗脸刷牙 过了一会他出现在我身后 嗯 嗯 我给你拿来了 放到你屋里了 我说OK 我说你睡去吧 然后他说 CU就回屋了 回他屋了 然后没完呢 嗯 我转身 看到我的床头柜上放了一个框 已经是洗好的葡萄 而且是已经栽成一粒一粒的葡萄了 这都是孩子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嗯 啊 太棒了 这可以休息 前几天我去外地演出之前 呃 我是下午走对吧 你早上上学 然后你去我门上写个条 你还记得吗 一路顺风 对 然后那个 等你回来 嗯 对 等你回来了 哎呦 真的是小暖男啊 太棒了 他上学的时候我还没起床 嗯 我回来的时候是半夜 嗯 见不到他 见不到 啊 然后看到那个条子 特感动 有的时候真的 也是老雷纵横的 感动的 啥你多 啥你多 真是真是 就是他懂得惦记人 是的 是吧 对我有一次也是 我跟我女儿发火 然后他说他没写完作业 我就特别着急 我说你怎么还不写作业啊 他说妈妈 因为我今天晚上干了一件事 所以没做作业 然后他就说你在你的枕头底下 我一打开一看 凡是一个节日啊 然后他做了一张卡 然后他就哭着说 妈妈我不是不是想让你那个不高兴 我是想让你有惊喜 嗯 哎呀然后我就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他 我说没事没事没事 我就先给他道歉 所以我觉得孩子给我们的往往比我们给他的还要多 嗯 而且孩子心里他有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确实是 好了哦 下面一道题啊 说 爸爸妈妈生气的时候你们最怕他们做什么 你们俩写你们的 你俩好了 你俩好了啊 好 好 快说吧你的答案 妈妈跟我生气的时候最绝那说我就感觉比他打我还疼 虽然他没打过我哈 但是然后爸爸说的时候特别怕他掐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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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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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你的答案 跟孩子说的一样吗 嗯 哭啊 对 我一猜是 这个我确实要讲讲 爸爸带他很少 所以爸爸搞不定他 嗯 他有优点的时候爸爸就会说 太棒了宝贝 他还是我培养出来的 是我培养出来的对 然后有缺点 有缺点的时候就说 都是你妈妈弄的 都是你妈妈弄的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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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爸爸不是都是你妈弄的 爸爸说你妈怎么教育你的 哈哈哈哈 我妈进来说 你这这还是你爹只带你几天 要是他整天都带你 我看看他得气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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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行 接下来你说 嗯 打啊 往上去 嗯 他说打啊该你了 他妈妈打他 他妈妈打他 我是不打他的 哦 孩子也就是你们什么时候 最帅最美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最帅最美 对 我说我给你想好了 来想好了 那妈妈那个录节目的时候 最帅最美 哦 然后爸爸呢 就是在讲座讲座的时候 最帅最美 讲座的时候最美 是吧 嗯 妈妈录像的时候最美 看看 你妈妈跟你说一下 开心的时候 这时候 嗯 这时候的还有点龙头 每周末 现在你们你们家俩工作库 但是相比而言 我好很多 他爸比你还满 比我满多了 要是说 爸爸这个工作库 是百分之百的话 那你们顶多也就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七十 对啊 你妈妈在我们眼里 简直是个超人 但是那我爸爸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因为爸爸 真是特别特别闷 主要爸爸的最大的问题 是老婆在国内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就他特别心有余儿力不足 他一到周五的时候 就给我俩打电话说 哎呀 那个明天带你们 后天带你们啊 后天再晚上去玩啊 那就到明天说 哎呀 今天不行了 我临时安排的事 然后到后天说 哎呀 今天也不行了 他爸比你还不靠谱 不是 就没有办法 我也觉得这样可能对孩子 有点不公平 就他很忙活 但是没办法啊 能呢 看歌 上节目 嗯 唱歌上节目 你觉得你爸爸最帅 嗯 上节目 好来看看 看看 不知道 不知道 现在你知道了吧 嗯 看来你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看到你爸爸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棒 是吧 嗯 下一题 孩子的梦想是什么 哎 你们心里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我也想好了 想好了 好了 一个继承歪歪的职业 哎呦 继承呢 我觉得这姑娘可以 就小小爸爸说的 好 就是当初之人 珠宝设计师之类的 还有一个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我还用不说呢 那当初说了 就是 就是那个 我觉得完全不可能实现 肯定有人英文我疯 就是 对我想像哈利波特一样 得到一个魔障 哦 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 哦 看 我写的是 呃 第一个 我知道他想得上设计师 因为 我们家里我所有珠宝 都会 他都会 就弄出来 摆弄一通 然后他说他想大想当设计师 嗯 我们俩经常一块弄 晚上经常他把我所有首饰都带上 呃 然后一胳膊带二个串 然后那样 然后呢 这个我写的就是哈利 因为 他最近在看哈利波特 嗯 然后他经常都 都在讲 啊我想什么什么 后来后面一个 妈妈的理想不对 嗯 后面一个是 他有一天跟我说 他说妈妈 对他说我 我打快板 我说美 我说那个长大以后 要实在不行 我们就开个快板学校 咱们就交快板 什么叫实在不行啊 对 交快板怎么就实在不行 我说你 因为他说我学这个 他说我长大以后要做一件事 但我起码猜对俩吧 猜对俩 对啊 对 就像你后面说的那交快板 怎么也是一个舞台艺术吧 对对 差不多吧 嗯 好 好 来 能呢 来吧 能呢 听听看你的 嗯 医生 医生 嗯 没理想啊 这个我知道 他原来跟我说过 哦 来看看他爸爸写的对呢 哎呦 这完全对 哎 为什么 因为这样能织好我爸的腿 然后还能帮助更多的人 哎呀 好感人啊 你看看 你说你有大儿子啊 真的好感人啊 哎呦 你早就知道 太暖心了 对 他 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 他才几岁啊 他就跟我说 我说你长大以后干嘛 他说我要当医生 那么小啊 那会儿真的很小 我觉得根本就 不到他还能想这种问题的时候 嗯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想要爸爸 能够走路 哎呀 我当时就受不了了 嗯 我当那一场就哭的呀 稀里哗啦的 他今天在说我还是很感动 你真棒能能 真好 嗯 能能这是你自己心里想的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 我小时候有一个瞬间 我非常清晰地记得 就是有一个人 在那个 我爸下车的时候 问你能走路吗 然后我爸说 然后我爸就试着 不足够走路 走路 然后他说不行 然后又猪气拐来了 然后那个人扶他 然后他说不需要扶 扶他反而添乱 嗯 然后我就觉得 我爸真是不容易啊 哎呦 天呐 太感人了 暖男暖男啊 能能是暖男 我真喜欢你啊 哎呦 嗯 真的我要为你鼓掌 我要鼓掌大拇指 嗯 真好 我觉得他是心底特别善良的 是的 是的 他问我 他说爸你的腿什么时候这样 是生下来就这样吗 我说不是 是后来得的病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治 嗯 我说治了 没治好 那现在为什么不继续治 嗯 我说治不好了 他就不吭声了 嗯 可能是因为那一句话 他心里就暗下决心 将来我来治 嗯 太棒了 真的是 嗯 嗯 能能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你和你爸爸一块在舞台上演出呢 刚才瓦儿 他说说想和妈妈一样做一样的职业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对我长大得说 要是我长大吧 实在是 真是不够 让我 这些小银 哈哈哈 能能 今天在阿姨的家里面 阿姨这里有一个钢琴 嗯 你看看你能不能和你爸爸一块演一个节目呢 好 这些年许多感动心底收藏 有你在身旁 我越加坚强未知的岁月 准备如何登场 大点好行囊 我要勇敢去穿 登上一森楼 拥抱分美的光光 追逐的心打开窗迎接太阳 超越自己 我继续过不变了方向 明天的我一定和今天不一样 明天的我一定和今天不一样 哎 哎 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本栏目由中国人手独家冠名播出 如果大家想和我们的栏目进行互动的话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春天的周末时光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登陆3w.btom.com 或者是下载北京时间apt 来了解更多的内容 阿姨给你们准备了这个小糕点好不好 好看吗 眼睛都直了 眼睛都直了 看 楠楠和娃儿跳 葛葛先拿 来 女士优先 小绅士啊 女士呢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好 OK好 来 楠楠是优先 还没完呢 是 我们都让吗 你算我们是大人吗 我们让孩子 小的让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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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你就教育点吧 谢谢宝贝 那你认为新年阿姨适合什么颜色 你给我挑哪个呢 我觉得你要这个好 我要这个好啊 这是个白色 为什么呀 你直接来的皮肤 有有有有有 你现在儿子 我天长了一张蜜嘴啊 有有有 这个把我怕的 从小到大没有人夸我白过 第一次被孩子 关键孩子你夸他没问题 你得说实话 娃儿 囊囊 我给你们看一些图片 狼 羊 大象 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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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牛 蚂蚁 蚂蚁 蛊狗 这些图片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 蛊狗 请你们选出 对了 请你们选出 你觉得你的爸爸 蛊儿的妈妈 跟哪种动物你觉得最像 选好了吗 选好了 来给大家看看 我们看看 提起来 看过来 你是一个马 我觉得因为妈妈温柔的时候 超级温柔 然后急躁的时候 超级急躁 然后骑过马车都掌控 如果他 如果你掌控他的那个性格 然后他温顺的时候特地温顺 然后他那样没掌控那些性格 不小心一踢到他不想要的位置 比如一个马脖子之类的地方 他也会急躁起来 甚至会把你甩出去 那个他以前练马术 骑了很长时间 所以他练马特别喜欢 我还以为你要说小马奔腾呢 不停的宝 不停的 你妈妈是不是说对你练过吗 是啊 不说了 不说了 可以说 学校呢留了一个让写字的一个东西 每一次呢 他又特别希望我在旁边说 就比如说 横要直直直 因为他现在在练字 我特别希望 就他自己也特别希望 他能写字好看一点 所以他就每次说 妈妈 你帮我喊着点 我就能写更好 我说好 我特别着急 因为我八点钟要直播 我说你快一点 妈妈八点钟要直播 嗯 然后他就 他就说 那妈妈我不用你喊了 我说行 那我就出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写 没写好 他就把一张纸 插插就撕了 我说写错了没关系 咱弄个修箭下去了 然后他又写 写了一行 没写好看 哇就开始哭 嗯 妈妈我没写好看 他说他是跟自己较劲 你知道吧 我就急了 啪一拍折子 我说你还行不行啊 我说行不行啊你 他一看我发火了 他更好了 哇哇 他就开始哭 我就开始说 是我容易吗 我一开始哭 你的发火就是你哭是吗 对 我就哭一会他说 妈妈你别哭了 八点了 你知不知 哈哈哈 然后我们就好了 他就悄悄地走进来 给我拿了一张餐厅纸 妈妈你不哭了呀 我不哭了 妈妈 其实我也没事了 对不起啊妈妈 我说我也对不起啊 然后我们俩咔一抱 就完事了 最大的一个底线就是 我觉得我不能跟他动手 因为我觉得他是个女孩 嗯 我在想 我老在觉着 我觉得人生啊都是公平的 我现在打了他身上的巴掌 他将来一定会反给我 不一定是给我打巴掌啊 但是他内心的那种 所以我希望他的青春期 将来是一个平和过渡的 我希望他能跟我交流 我们俩有一天晚上我去接他 然后没打上车你记得吗 啊啊记得就是那天后 我们俩走回来 一路上 其实我们俩在一起 百分之八十时间都是他在说 我在听 一路上我们俩走回家 走了半个多小时 后来我说哎 我说今天好呀妈妈 一句话没说 就是他在给我讲所有所有所有 所以我 其实我的梦想是 我能跟他共建一个和平的 一个沟通的 任何事都商量的 当然有的时候事与愿违啊 可能做的还不够 妈妈以后继续努力 你看好吗 好 自行的一个妈妈 我觉得他会和女儿共同来成长 嗯 来我们来看看能能啊 来这样过来 嗯 猴子啊 能能给爸妈 是个猴子 第一是吧 你跟我下棋啊 什么 那个什么的 思维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你就上窜下跳 上窜下跳 我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他说你思维跳乐啊 对啊 是这样的啊 哦你是说我的思维上窜下跳 嗯 哦 那就我就有点神经错乱不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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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一爸动手打过你吗 就一次 呦 记得 因为我拿东西当我妈了 哦 哦他拿东西打妈妈了 有六六岁吧 一年级 对 是他考试没考好 嗯 他妈接他回来 他自己在一路上脾气就很坏 就开始 他没考好他脾气很坏 对 然后他妈一进门就跟我说 考砸了 然后我就跟他妈说 我说那你别说他呀 嗯 我一看他情绪非常暴躁 嗯 我就跟他妈说 那你别说他呀 嗯 考杂就考杂呗 嗯 就跟你就对抗了 他妈说你看我现在飞要开 我就跟他妈说 我说这会儿就算了 等过了这个劲 他自己出来了再说呗 他妈就急了 就拿了棍子 但是也没打 他就开始定框 就拿着东西开始 开始有点打他妈的意思 我主要其实是为了 我拿个凳子 我妈拿个棍子 为什么你们俩在对战吗 对 我感觉是在对打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要让他记住 对对对 不可以打妈妈 不可以打任何长辈 对 打过他一次 也就打了一下 意思就是吓住他 让他记住就得了 对 这点里称 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你是儿子 黄芳是女儿 其实儿子和女儿的 教育方式还是不同的 对 人家说穷雅儿子 富养女 我其实对我女儿 还是要求挺严格的 这些方面 你看他今天穿的衣服 都是我从网上 一百块钱买的 一身 一百块钱一身 然后很多人都说 哎呀 这是大牌吧 怎么怎么样 我从来都没有 比如说我们出国 我跟他爸爸 就总要选一个人 陪他去做经济舱 其实按照 我跟他爸爸的收入 我们给他一个完美的 这个或者说 相对优越的生活 是没有问题的 我是觉得 你只要通过 你自己的努力 你什么都可以有 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 教育女儿的时候 我要让他心里 是贵气的 我要让他有 富有师叔气自华 他等的很多东西 但是从外表上 或者是很多东西 我希望他是相对朴素的 或者说 我不希望他就变得 就是唯一追求 因为我看到 我很多明星的朋友 或者看我们这行人的朋友 的孩子 那么小 就是从背的包到穿的鞋 跟我看 他第一面见我说 阿姨 你知道吗 我这双鞋 三千块钱 我听完以后 我瞬目结舌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这样 是 我也觉得 孩子在太小的时候 不应该让他 有金钱的概念 对了 不应该让他 有贵贱的概念 对 我儿子也从小 就是这个观念 他妈 一般都是 找那个物美价廉的 所以对他影响太大了 有时候 我给他买了什么东西 他都要问多少钱 然后我告诉他 多少钱 这么贵 太贵了 我说你不要管 贵不贵吗 他说要学会省钱呀 我说错 我说男人 不要学会省钱 要学会挣钱 所以我说你现在 所有的努力和付出 都不会百费 将来都会用得上 你想没想过 有一天 晚上穿上婚纱 要嫁人的那一天 你会哭吗 你先想 我很想那一刻 对对对 没有 我是觉得 你现在说 我估计我会很感动地哭 因为我觉得他找到幸福了 我很高兴啊 而且我觉得 他老跟我说 他说妈妈 就是我长大了 我想跟你不分离 我说没事孩子 我说你让妈妈过两年 清神日子 我觉得中国的妈妈就是 该管的时候没管 就是小的时候 把孩子常常扔给老人 然后到了不该管的时候 她成人了 然后妈妈却 我觉得我绝对不会做那样的妈妈 我觉得我在该管的时候 我一定会尽我的权利 陪伴她 等她有一天长大了 我希望她去飞 我希望她自己高飞 这样的话 我也总算有两年 我自己的日子 我跟李琛 小爱 我们约着周游世界去 是不是啊 又来了 你听 就听听吧 靠谱 有一个靠谱的办法 你觉得她合适吗 你看着 赶紧的吧 我觉得合适啊 这一年有点不行 现在都长大了 老了 跟现在的意见 完全不一样 哎呦 哎呦 你还想吗 好像你老过去的 好像你长大过去的 就在她每次做任何事情 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我最喜欢跟她说的一句话就是 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是放弃一定失败 我觉得我就是一直是这样的 就是我努力了很多事 其实在我30岁之前 我真的是充满了坎坷 真的是未必成功 但是我现在想想 我没放弃 跟我一起成长的那些主持人 我们一波一波的 现在好像只剩我一个人 还在坚守 就他们都改行了 所以我觉得放弃一定失败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说 哎呀 你不要让孩子那么累啊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 我希望她过的这一辈子 是精彩的 是她过得上 她想要的生活的 那么我觉得 她就要努力 我女儿 我觉得她很少撒谎 就是她什么都跟我说 她就跟我讲 今天我好伤心啊 我摔了一跤 结果我们同学都围着我 呵呵呵 小孩嘛 就是这样 你看你看她 然后他们还说 我是个蘑菇 她说我好伤心啊 妈妈 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说你啊 太幸运了 你这个跟头摘得太好了 我说你想想啊 你这跟头是摘到了学校里 而且脑门上还留了一个小疤 马上就会好 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以后呢 摘个大跟头 我说那可完蛋了 多丢人呢 小孩就被你带走了 她说对呀妈妈 我好幸运啊 她这个已经 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程度 她有一次发高烧 烧到39度 我给她一两 我说呀 39度 你猜她跟我说啊 头妈妈 我太幸运了 她吓我一跳 我说怎么了 我说这孩子烧糊涂了吧 头妈妈 你看我生病是在端午节 她说不用耽误上课 可你说我多幸运呀 就她这种 就是我觉得我的乐天的教育 对了 你在她的心里 种下了一颗阳光的种子 所以她脸上会洋溢出笑容 所以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 最好的是什么方法 是一个情绪疏导 你说得太对了 我是从小单亲家庭长大 我的成长过程中是 父爱缺失的 那么到了她这儿呢 这个由不得我加倍地给予她付开 所以我们家出现了 是严母慈父的局面 跟我的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 其二呢 她是我跟她妈妈 这个婚姻的年和季 比如我说这个是白的 她妈说黑的 我说真的是白的 打电话问谁 哎呀我告诉你 OK 黑的 也许你是对的 我服了 然后能能也是 哎呀行了 那别吵了 我说stop OK 那么她现在也学会了 当她妈跟她一发脾气 stop 停 我输了 你赢了 就完了 对 她懂得让步了 然后她现在怎么去宣泄 情绪啊 搬跟头 她生气了 她就下楼 是一种释放 这个挺好 真正闪光的父母 给予孩子的不一定是物质财富 而是高贵的精神和纯洁的心灵 精神的指引会让孩子们变得更加闪亮 内心的充实 才会使孩子更加自信 对孩子正好 不在啊 如果说让人你们现在 你们想对孩子说的 你们最想说的是什么 我对他说的最多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不善于用情 用语言来表达情感的那句话 我说爸爸爱你 然后他也会接 也会接 我也爱你 孩子都会这样 会接的 我也经常会跟我女儿说一句话 我说 不管你犯了多大的错误 妈妈永远都会原谅你 因为我是最爱你的人 所以你有任何问题 都要跟妈妈讲 只要你给妈妈讲了 妈妈一定会跟你努力 一起走过去 而且你知道这句话 其实对孩子来说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句话会给孩子安全感 安全感充足的环境下 他长大的话 就会让他有一个好性格 好性格就会带来一个好的运气 对 真的是 你看玩儿从很小的时候 来到我家做客 一点点掌 每一次来 你都可以做个小急紧了 我觉得 是真的 我觉得他变化特别大 你可能天天跟他在一块 你感受不了那么强烈 我是看着他 觉得他越来越开朗 他的话越来越多 而且他现在主动 跟人表达的欲望 他能够把一件事情说的 按他的这个逻辑 他把它完整地给他表达出来 我是觉得 黄芳 你在你的孩子的身上的功夫 体现出来了 而且你真的是 就像你书里说的 是把最好的方法给他了 我觉得今天来到我这儿的 就是李琛 还有王芳 你们其实 一聊 你们都是很不错的家长 你们其实给了孩子 都给了孩子 好的一个方法 让他们有了一个好的性格 真的 这两个娃都是 你可以说是看着玩儿长大的 来过很多次 来过很多次 那我为什么是第一次呢 就是常来 以后看来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育儿鸡 育儿鸡我们必须要时常来 这个 今天要不是沾方姐的光 你看我还 你也不邀请我 那当然了 今天要不是沾妮姐的光 我还跟你吃不了一顿饭呢 你看看 得常来对不对 得常来 以后再来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带王岛 让他一人干活去吧 你也说话看数一回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今天谢谢娃儿 谢谢娜娜 到我们家来做课 真是两个特别好的孩子 是 今天最后阿姨也给你们两个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吃个家里头好吗 好 一边做功课 可以一边吃一点 对 但是今天你们两个人 得了很多的礼物 你们这个爸爸妈妈也都有 谢谢阿姨